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智兰,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2月18日,NBA全明星赛继续进行,只有在昨日 2024年全明星周末名人赛开打 夏普队100比91战胜A史密斯队 其中夏普队的中国演员王赫蒂替补登场 发挥出色,身辟23号球衣的他出战21分钟 时务中酒,拿下18分3篮板一助攻 得分闯中国明星名人赛的记录 第二节连续得到8分获得欢呼 美媒直播中称赞他接管比赛 第四节命中超远4分球,全队欢呼 本场比赛,NBA首次采用LED地板 酷炫十足,全明星布伦森,阿德巴约等人在场边观战 而今日,NBA将继续进行技巧挑战赛 三分大赛,库里和约内斯库的世纪对决和扣篮大赛 首先进行的是技巧挑战赛 三支球队,分别是状元队 班凯罗,文班亚马,爱德华兹 全明星队,巴恩斯,马克西,特雷扬,印城队 哈利伯顿,马瑟琳,特纳 现在的技巧挑战赛得分计算难度很大 要夺冠算总分 而本次技巧赛规则 共三轮,接力100分 传球100分,投篮200分 三轮积分最高者拿下总冠军 如果出现评分,则进行中场投篮 率先命中的球队获胜 开场各队都还有些不适应新的绕中规则 文班亚马,班凯罗,特雷扬都出现了失误 全明星队最后1分18秒才结束第一轮 第二队是状元队甚至超过了1分18秒 第三队印城队完成本场第一个满分 第二轮是传球 全明星队总分74分 状元队58分两轮都58分 印城队74分 因为评分加赛 全明星队最终90分 印城队92分绝杀 前两轮印城队合计等于就拿下200分 全明星队与状元队还是0分 东道主队大概率要拿下冠军了 前两轮结束现场的球迷已经开始沸腾 全明星队开场特雷扬就命中5分球 最终合计只有33分 庄园队合计只有19分 文班亚马是各种打铁 文班亚马好像一个都没进 当然他赛季3分命中率也就三成上下 东道主队还没上场 球迷就开始欢呼 马瑟琳这个环节一球没进 东道主队只拿11分 全明星队总分200 vs东道主总分200 进入加赛 马克西在58.8秒完成命中 只要东道主队超过这个时间就能夺冠 哈利伯顿20.5秒绝杀成功 哈利魔法帮助球队夺冠 随后进行的就是三分大赛 参加三分球大赛的球员 每轮要投27个球 包括16个1分球 9个2分球和2个3分球 总分达到40分 球员每轮投篮的时间为70秒 第一个上场的是特雷扬 首个投篮点只进了一个花球 开局不利 单烟的手感越来越好 特别是最后一个全市花球的投篮点 杨武茨出手拳中 一共拿下26分 第二个上场的是米切尔 他把花球点放在左侧45度角 但花球只投进两个 后面三个点的表现还可以 最终得到21分 值得一提的是米切尔穿的是队友射手梅利尔的5号球衣 第三个出场的是哈利伯顿 他的第一个点连击4球 但没进花球 最后的花球点 哈利伯顿5中4 总计得到26分 和特雷扬持平 第四个出场的是比斯利 第一个点只投中一个普通球 第二个点全中 但由于出手速度太慢 他的最后一个花球点投得很匆忙 最终只得到20分 第五个上场的是唐斯 前两个点得到7分 他的花球点放在湖顶 由5中4的表现 随后两个点 唐斯发挥稳定 也得到26分 第六个出战的是布伦森 前两个点得到7分 五顶全进 布伦森的花球点在最后 但他只有5中2的表现 最后得到24分 第七个上场的是马尔卡宁 他的花球点在左侧45度 也只有5中2的表现 虽然最后一个点 马尔卡宁有全中的表现 他得到25分 也无法进入前三 第八个上场的是 上赛季的三分赛冠军利拉德 利拉德的花球点5中3 五顶全中 最后两个点 利拉德稳定发挥 也投进26分 第一轮 特雷扬 哈利伯顿 唐斯和利拉德同位26分 由于只有3人能进决赛 他们将进行30秒的加赛 加赛轮 特雷 羊头中15分 花球点全中 哈利伯顿的命中率不如羊 加赛轮进了12分 唐斯的花球点也全中 他得到16分 利拉德也发挥稳定 得到16分 最终哈利伯顿在加赛被淘汰 特雷扬 唐斯和利拉德晋级决赛轮 而决赛轮第一个出场的是唐斯 前两个点得到7分 两个三分绿球也命中 不过 花球点只有5中2 最终 唐斯决赛轮投出22分 第二个出场的是特雷 羊 两个三分绿球都没中 进入花球点后 羊5中4 最终得到24分 最后出场的是利拉德 利拉德前两个点投中9分 命中一个三分绿球 最后一个点 利拉德前四球全部投丢 现场响起一次次的叹息声 但是最后一球 利拉德没有浪费 投进花球 从而得分再次来到26分 绝杀夺冠 这次的三分大赛 26分成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字 而随着利拉德完成花球绝杀 潇洒代表 完成三分大赛的未免之后 本届三分大赛终于进入了最高潮的部分 历史上首次男女三分 世纪对决正式拉开帷幕 迎战的双方分别是 NBA三分最多命中纪录保持者的斯蒂芬库里 以及WNBA单赛级三分命中纪录拥有者 萨布利娜-约内斯库 库里创造了NBA三分大赛31分的纪录 而约内斯库创造了WNBA三分大赛37分的纪录 不要觉得萌神赢定了 事实上 在前13位投票者中有5位球员认为 约内斯库能最终赢下这场世纪对决 包括库里的好搭档克莱·汤普森 以及字母哥 欧文 唐斯等人也都更看好女版库里 而约内斯库更是打破规则 要投NBA的线 和库里同样在NBA的三分线头 原本的规则是约内斯库从WNBA的三分线头 NBA三分线比WNBA三分线远一英尺 率先登场的约内斯库用实际行动证明 他却是有能力叫板库里 投着NBA的三分线 即便用球比NBA球员小一号 也已经非常让人感到震撼了 约内斯库的出手又快又准 所谓行家一出手 便知又没有 当他投完前两个点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为库里暗暗捏一把汗了 约内斯库开局七连中 前两个点供十个球 只丢了一个球 按这个势头持续下去 还有比的必要吗 虽然在右侧45度角和0度角 约内斯库的手感有所回落 但他最终定格在了26分 逼平未免冠军利拉德了 随后 库里在万众瞩目中登场 结果第一个点左侧 0度角就投丢了两个 一下子就陷入了劣势 但NBA历史三分王启示浪的虚名 很快 完成调整的库里越战越勇 出手虽然没有约内斯库那般迅速 却胜在无比稳健和从容 当他的三分连成串的进入篮筐 全场的气氛也被瞬间点燃 最终 随着最后一个花球闻闻命中 库里的最终得分定格在了29分 库里获胜之后手无足蹈 挑起了5 此时 镜头给到约内斯库 这位WNBA神射手的脸上 没有一丝的一看和不甘 完全是对库里投出如此表现出来的开心 库里也是满脸消逸的主动上前 与约内斯库拥抱致意 这一颗正式宣告萌神 赢下了这场世纪对决 成为当之无愧的三分金腰带 事实上 哪怕是本届三分大赛的冠军 力指导也没能投到29分 库里成为了最后的幕后赢家 毕竟 无论是准星 难度 稳定性还是产量 库里在三分领域就是gold 是别人无法追赶的存在 最后一项进行就是扣篮大赛 今年参加扣篮大赛的四名球员 分别是杰伦布朗开尔特人 小海梅哈克斯 跟火 压根部托平尼克斯和上节的 卫农冠军麦克朗发展联盟 按照规则 扣篮大赛分为两轮进行 预赛每名参赛球员完成两个扣篮 得分最高的两人进入决赛 预赛第一个登场的是哈克斯 他完成了一次飞越奥尼尔的扣篮 这一球难在飞越高度 但创意和动作完成度都比较一般 最终得到了47.4分 接下来 托平和杰伦布朗的扣篮动作 创意也十分有限 杰伦布朗是第一扣制进维尔金斯 风车爆口得到49分 第二扣蒙眼扣篮 结果扣进了财蒙眼 但还是拿到了47.4分 属于扣让他成为了另一位杀入决赛的球员 现场观众嘘声不断 该扣篮也被吐槽可以入选五大九 刀疏未免冠军麦克朗 他完成了一次飞越障碍目标 然后空中故意脱手在抓球的双手反扣 遮与球的创意和完成度都是拉满 然而 令人意外的是 最终评委却只给了这几神扣48分 低于杰伦布朗第一扣的48.8分 不过 或许是意识到了这次压分的失误 裁判第二轮调整了标准 麦克朗第二轮完成了一次正面双手起跳 然后空中优雅转身后的反手扣篮 这一球难度足够 但创意明显不如第一扣 可或许是为了平衡第一轮的分数 这一轮裁判给麦克朗打出了49.4分的高分 保送他进入了决赛 决赛同样进行两轮 就得分更高的一方夺冠 第一轮 布朗率先登场 他完成了一次起跳转身后的小风车扣篮 这个动作比较牢派 并且引发了现场观众的虚声 但这个动作 布朗竟然又拿到了48.6分高分 麦克朗随后登场 他安排了两个人叠罗汉作为屏障 随后运球飞跃障碍完成了大风车轮扣 这一球明显收获了更多欢呼和掌声 却只得到了48.8分 决赛第二轮 布朗戴上了一副银丝手套 用左手完成了一次飞跃多诺万 米切尔的小风车扣篮 这一球 他竟然得到了49.2分的高分 但也再度引来了现场观众的虚声 接着 麦克朗顶着压力出战 他选择了魔术民宿奥尼尔作为自己的搭档 让奥尼尔身穿麦克朗曾经的高中球衣 随后 麦克朗飞跃奥尼尔 并从大鲨鱼手中接到篮球 然后被身完成了高难度的反扣 这一球 麦克朗凭借一气呵成的动作拿到了满分50分 也是靠着这几满分扣篮 他成功未免了扣篮大赛的冠军 岂是麦克朗赢了 可他还是拯救不了扣篮大赛 他没比去年的自己扣得更好 当然 在今年的竞争对手对比下 他该得到两个50分 而且伦布朗这俩扣篮分这么高 真是扣篮大赛扣成纸牌屋了 人脉大于实力啊 维德开的坏头 个人觉得扣篮大赛更多的是需要创新 而非致敬 每一个都致敬有点没意思了 致敬还是觉得麦基和戈登太可惜了